下午15点马龙做出重大决定 恭喜樊振东一哥终于等到这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马龙最近的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的 其实国平的一些年轻的主力 正在国外的参加 这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世界杯 目前来看他参加完视频赛之后呢 他们也是马不停蹄的 前往市啊 这个新加坡来参加比赛 对他们来说确实也是比较忙碌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那么这两次重要的国际性大赛呢 马龙作为国平的老一个 都没有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而他呢本身也有一个重要的安排 就是参加这一次的防港交流 我们知道这一次体育总局 也是安排了29个人名单 那么前往中国香港去进行一个交流 和当地的球迷以及运动员的进行互动 来传达两地关于体育文化的方面那些交流 我可以看到当天的 其实马龙和许希呢 还被安排表演了一场比赛 我可以看到当天的 他们的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从中也看得出来 马龙呢确实也是非常受当地的一个欢迎 而在交流活动的第二天 我们也看到马龙呢 作为一个运动员的代表呢 也是去参加了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见面 以及交流会 并且在现场呢 和这些大学的学址进行一个交流 那在当天我们也看到马龙啊 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在演讲当中 他也提到说呢 那么自己呢 将来要前往香港理工大学去进行一些读书进修 并且现在正在准备这个面试的工作 而且其实我们根据此前的报道也看到了 目前香港理工大学也是利耀这些奥运冠军的 前往他们学校去读书 而且他们能够确保呢 到时候将会给这些运动员提供一个全额的奖学金 这也就意味着 那么他们到时候过去读书 基本上呢 不用花费太多的一些金额 就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所以可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 所以目前根据媒体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报道 那么目前马龙呢 基本上已经做好了前期的一些工作 那么只要接下来面试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可能在此之后呢 他可能选择退役之后 就会前往这边去进行一个读书 那么可以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也就意味着马龙呢 已经想好了自己未来几年的一个路程 可能基本上现在可能呢 你距离他退役的一个时间 应该也不会太久 毕竟我们也知道 其实啊 现在如果说他正在准备面试的一个工作的话 也就意味着 那接下来呢 很有可能在半年 或者说一两年之内呢 就会前往香港理工大学读书 那么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马龙呢 可能要正式从国平一哥的位置退下来 可能这样一来 可能对凡正东来说呢 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啊 那么现在来看马龙呢 依旧是一个当打之年的球员 那么他的实力呢 可能对凡正东来说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虽然说现在从名义上 凡正东已经坐稳了国平一哥的位置 但是只要马龙一天不退役的话 相信对凡正东来说 那么可能他这个所谓的一个都是名不服侍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们本身双方实力是旗鼓相当的 凡正东现在还没有绝对的一个优势 能够击败马龙 所以本质上来说 那么其实现在的话 你要说马龙是一个也行 说凡正东也是一个也行 那其实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说法 所以其实现在来看 如果说马龙接下来真的准备要去读书 而且很有可能要选择退役的话 那么对凡正东来说 也算是等到了自己呢 名副其实的一天 那么他呢 可能也可以策稳 彻底的去坐稳这个国平一哥的位置 所以总的来说 还要恭喜一下凡正东 也要恭喜一下马龙 不管是对马龙来说 他能够去进修提高自己 然后之后能够回到国平去担任教练也好 还是对凡正东 那么接下来他也能够正式 称子国宾的一个重任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好事 那么对球迷来说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带着国平继续往下走 不管是以运动员的身份 还是以教练员的身份 都希望我们国平发展的越来越好 好了本期的量彩聊球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